大家好,我们今天接着听这本书 边听的书就是排遣时间嘛 因为我平常是觉得无聊的时候我就听听书 听别人讲书我也懒得读 听别人讲或者说听了新闻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可以排遣时间 免得觉得无聊 而且听累了之后睡眠也比较好 很快就能睡着 不然的话经历过剩的话 又没有得到排遣的话 没有得到消耗的话 半天还睡不着 所以像我这种节目吧 你就当成一个排遣时间的一种方式 我也不是光读这书上内容 有的时候我还发挥一点 结合现实中的一些事情 给大家讲讲道理 或者说是探讨道理 孟子的文章雄辩 你看这说雄辩 我觉得从这个词就能看出一些道道来 什么道道呢 他怎么不说词辩呢 对吧 要说雄辩 形容一种辩论 很有说服力 他要用雄字 他不会说词 词辩 意思就是说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 他认为雄性 或者说男性 是处于优势地位的这样一种性别 是属于赢家 占据优势的 属于正确的这一方 有点这么个味道 可见这种 就是 对女人的这种不屑 这种侵孽 是自古由来的 对吧 他怎么不说词辩呢 难道女人说出来的东西 她就显得不那么有理有据吗 不那么理直气壮吗 不那么有说服力吗 是不是 对吧 难道女人就是不懂道理的吗 说出来的东西就 不具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吗 是不是 然后你看从这个词就能看得出来 熊辩 不说词辩 对吧 还接着说 充满论战的性质 这些论战的文字 有时记述孟子本人的言论 有时记述对方的言论 同时把论战内容与过程 以及论传双方的言谈风貌都写出来 反映出较强的时代特点 孟子的辩论技巧很高 能根据不同的对象 掌握对方的心理 善设技巧 层层紧逼 步步追问 表现出一种无可抗拒的气势 其实我觉得 你讲一番道理 有没有说服力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紧扣逻辑 你合不合逻辑 你是合逻辑的 或者说是符合事实的 那么你就是有说服力的 我是这样想的 而在中国人的教育当中 它就缺乏逻辑学的培养 虽然说数学本身是一种逻辑学 但是这还不是那种 它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逻辑学 形式逻辑是很重要的逻辑学的一个内容 而中国的教育中 很少教学生形式逻辑 只有在上大学的时候 个别专业的学生会学到形式逻辑 大部分的学生从小到大 他是学不到逻辑学这一门学科的 这就导致很多中国人思维混乱 思维混乱 你从他们日常的讲话 日常对问题的看法 你就看得出来 我的总结就是 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相关关系 什么是函数关系 分不清什么是必然 什么是偶然 分不清现象与本质 分不清因果 甚至有时候就是因果颠倒 种种的错误 导致他无法辨别一件事情的对与错 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教育 很有必要把逻辑学补充进去 这个形式逻辑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 教你如何思考 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以前 我想起以前 喜欢赶在辩论赛 对吧 我评价一下这个辩论赛 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东西很无聊 为什么呢 一个辩题出来 不论你就是正反双方 不论正方 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反正你抽到这个圈了 你就得说这个怎么怎么的 就是你就要去说 你被规定的那个观点是对的 反方 你抽到的是反方这个圈 那么你就要反着说 不管你内心认为 这种观点是对是错 符不符合你 你的观点你都要说 你都要去想办法论证 你被抽到圈的这个观点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而且是混乱人的思维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无聊 或者或者要不怎么样呢 就是你不要通过抽签的方式 来决定 你持什么样的观点 你要证明什么观点 让大家自由选择那个观点 然后通过辩论来发现究竟谁是对 谁是错 这样子 这样才有意义 像以前那个什么辩论赛 我觉得真的毫无意义 弄了很多人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去胡说八道 去说那个他相信 其实自己都不相信的那种内容 比如两位王上 其环境门之事章 这是孟子说服 齐宣王实行王道的一次谈话记录 齐宣王崇尚霸道 孟子宣传王道两人观点 尖锐对立 要说服齐宣王并非意识 但孟子能处处揣测对方的心理 引导对方入谷 这个字应该读谷吧 这个字挺难的 不认识啊 齐宣王劈头就要孟子谈 齐环境门之事 想了解霸道 孟子却巧妙地避开这个问题 并逐步把话题转到王道上来 然后就进取 举出齐王信中时 以羊一牛的生动势力 肯定齐王有人心 可以王天下 以引起他对王道的极大兴趣 在这个基础上呢 孟子才正面阐述自己关于王道的主张 孟子中的这一名片 充分表现了孟子 灵活善变的特点 孟子善于把握 论辩对方的心理 采取迂回包围 引人入谷的方法 层层摄问步步紧逼 使对方俯首就范 故文章写的 跌宕多姿 颇有气势 孟子的文章 还善于运用比喻和预言来说明事理形象 生动 引人入胜 例如 告子上 于我所欲也 一章 于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兼得 舍于而取熊掌者也 生 亦我所欲也 亦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兼得 舍生而取义 者也 这里议论的是非常抽象的 生与义的轻重关系问题 作者用人们所熟知的熊掌与鱼 作比喻 以舍于而取熊掌的长情 比喻 舍生而取义的深刻哲理 不仅通俗 通俗意小 而且引人入胜 此外 如在梁慧王上中 以杀人 以挺 以挺 与正来比喻杀人 以认与正 知无以义 以立足以举百军 而不足以举一语 民族以 查秋毫之末 而不见于心 以 辖太山 以超北海 与为 长者 辙之 等来比喻 不能与不为 都非常 心盈与贴切 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孟子一生 周游过许多的国家 屡遭波折 但他始终坚持 道义和尊严 绝无一丝 奴言与魅骨 展现了战国时代 文士特有的风采和魅力 那究竟他是否是真的坚持道义和尊严 没有奴言与魅骨 这个咱们得进行好好的分辨 不是说 你说他没有奴言和魅骨 他就没有 我倒是表示怀疑的 我真的是表示怀疑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